十九课是练跳弓的刚开始 我们一开始可以用短弓 慢慢变成跳弓 它是下雨一样 下雨是 落快 你试试看 现在短弓 什么叫跳弓 跟分弓的关系 我有个口诀 手动弓镜拉短弓 向下弓云拉快弓 中弓最轻自动跳 弓不离旋出跳弓 刚刚就是 嘻嘻拉拉嘻嘻多十年 在里面试试分弓 是吧 手动弓镜拉短弓 手动弓镜就是动静关系 拉短弓 向下弓要均匀 不均匀它不会跳起来 一个长异短像瘸子一样 就不会平衡 所以要向下弓匀 就拉快弓了 它就会跳起来 中弓最轻自动跳 没照你在弓跟跳 中弓最轻自动跳 小听力弱点也是优点 拉长弓大家都怕拉中弓 很容易跳 可是他跳功的时候 就容易变成优点了 所以你平衡以后 一直在中弓最轻自动跳 中弓最轻自动跳 功不离旋 初跳功 请来一遍 好 这种起伏千万不要影响动和经济关系 不要影响它的云准理 不要影响它的节奏 不要快乐就赶 刚刚这种先要匀的拉 完了以后再加上力度的变化 按照扶植上拉 就会能得到美国的效果 刚我讲这个口诀 也就是我对分工和跳工间的关系 它的本质的内在联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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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